台北市身为艺文首善之都 拥有多样化的艺文活动与特色建筑 同时也有优美的风景 丰富的地质 多元的文化 以及过往的历史足迹等等 身处在这样的环境中 重视环保 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等理念 已经形成台北市民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第一个我们很少外出的机会 有你们的陪伴 就觉得有安全感 而且就觉得有运动到 第二个就是说 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根本看不清楚 就有趁这个机会去了解 虽然是走了满身大汗 可是我就很快乐 也很感谢有些出协会 愿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都能够有机会 能够帮忙协会去举办一些活动 然后帮助视障者 然后去走走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收获的 因为像我们的同仁常常回应我们就是说 他这个活动他带着他的小朋友 然后一同去付出 然后从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小朋友得到很多一些 过去没有得到的一个想法 然后跟一些看法 然后也懂得说 原来是为常常虚虚多度的事情 值得我们去付出去做 对于台北的自然环境及内涵底蕴 明眼人可以自由地观赏 但是看不见而无法自由行动的视障朋友们 较少有机会走出家门 造访各地的名胜古迹与艺文活动 且就算到了现场 若无适当的导览 也尝试入宝山却空手而归 就是说因为刚好有老师在讲解 然后我们认识的 对我们视力不好的 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东西 所以参加这种活动的话 再加上有学会的精心策划 再加上有老师的在旁边解说的话 这样比我们自己亲自出门的话 还要更了解这个活动的内容精神这样子 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让我们的同学去感觉 也去感受到 其实当我们真的 每个人的生活 每个人的生命都会有一些限制跟缺陷 那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也是可以不用害羞 不用自卑 我们还是可以提出我们的需要 我们还是可以主动的去承助 我觉得这个也是过程当中 让我们的同学有蛮多学习的地方 那当我们发现自己有比较多的能力 比较多的能量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主动的去协助别人 提供我们的能力 提供我们的资源 帮助其他更需要的伙伴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同学来说 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体会 有声书学会在台北市文化局的赞助下 规划办理了107年下半年的 市障者台北探索之旅 让市障朋友们能够以无障碍的方式 探索台北市 一方面体验台北各方面的文化活动 一方面能调剂身心 增进健康 豁富市障朋友们的心灵和生活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身处的就是台北阳明山的冷水坑景区 今天有声书协会带领我们来到了 阳明山的梦幻湖和冷水坑 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觉得玩得非常的愉快 觉得非常的心旷生意 所以觉得有声音的不仅仅只有树 还有大自然 还有整个世界 觉得很重要的是市场朋友他们必须要突破很多的身体上的限制 包括要爬很多的山 然后来到这里 但是可以感觉到很多的心跟很多的力量 都透过这个活动结合在一起 对我本身来说 我看到市场朋友他们能够借由这样的聆听 去开放自己的心跟感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也期待这样的力量能够伴随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里面 有不同的一些新的一种启发跟关注 本计划在107年下半年共参访了 布阳自然生态公园 阳明山梦幻湖冷水坑 以及关渡自然公园 不务市场者即44人次 动员之工61人次 导览老师8人 工作人员10人次 并制作关渡自然导览 人文与生态之旅 及绝妙草山等两本有声书 至于本会官网Daisy图书馆 供为能参加本计划的市场朋友们下载听读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同学来说 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体会 讲得好乱 好了